民警和消防员赶到商场后 发现过道里有血迹 但没有人员受伤 顺着血迹找过去 果然是那只野猪 跑到了一楼的厕所里面 刚好这个地形也符合我们抓捕的条件 野猪站在厕所角落 个头有一条成年狼狗那么大 很壮实 估计有一百多斤重 民警和消防排成一排 挡住了野猪的去路 使用防爆盾牌 还有栅栏 一起把它围堵在厕所的一个角落里 用盾牌布阵后 消防又拿来了钉耙护身 阵线步步紧缩 相距不到一米的时候 野猪突然冲了过来 消防员一棍子把他打晕 他反应比较激烈的 也有可能是受伤的缘故 当时也使劲想外面跑 冲撞我们的盾牌 最后大伙合力控制住了野猪 将他五花大榜 移交给了相关部门处理 李警官告诉记者 就在接到商场保安的报警之前 指挥中心还接到过另一个群众的报警 我们西湖去静州路上 说有群众报警 发现一只野猪和一只狗在打架 静州路离商场不远 李警官怀疑 野猪身上的伤 就是这次打架造成的 这家商场在西西路上 东南方向是西湖景区的山区 记者想起来 我们此前报道过好几次 野猪在西湖景区出没的新闻 就特意问了问杭州动物园的动物管理科 工作人员表示 野猪在西湖景区有分布 我们现在正在做生物多安性调查的一个工作 也已经拍到了很多的影像资料 以及一些那个 它活动一些痕迹 那野猪为什么会下山呢 野猪的话呢 它一般来讲 它是一个杂屎性的动物 它其实是和人的那个活动时间是不一致的 它一般都是夜间活动的 所以我们可能会 白天可能看到几率不是特别大 然后一般它都是在生夜 它可能下山寻找吃的 或者是在那边活动的时候 那它可能就误闯了我们那个位置 它那个位置 其实距离我们边上的山还是挺近的 楼翼告诉记者 这几天 他们也接到了好几个反映野猪在景区出没的电话 但野猪出没的时间基本都在凌晨 所以游客们不用太担心 野猪它有比较强的一个冲击力 它主要是靠冲 它冲起来的速度非常快 我们首先真的碰到了 那可能一个是不要去惊动它 其实还是害怕人的了 它也会跑开 第二个的话呢 你也不要说转身马上逃跑啊什么的 它可能会反而会引起它的攻击 面对它慢慢的往后退 或者找一个可以防止它冲撞的那种 那种障碍物啊什么的 作为一个躲避的地方 那么一般来讲是不会受到伤害 它主要也是想回去了 它也不是想真的攻击人 1818黄金眼记者报道